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说这是据桥面鞋 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呢 这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桥面 这个图 那 我们在《航牙》那张第三章 有一个 有一个 79页 有一个图 这一图我们那时候说这是火车在上面开 火车的轮子压在铁尾上 铁尾压在木上 枕木压在车盒上 车盒压在Ball Beam上 Ball Beam压到行架上 我们从远方来看这个桥 我们从远方来看这个桥 整个行架就是一个梁 整个行架就是一个梁 那这个梁我们把它叫做 大梁 所以 这个 就是 这个梁 AB梁就是那个行架 我们把它叫大梁 那 通常大梁的上面 历史怎么传到大梁呢 是从 Ball Beam 这里的 公子型的这些 就是我们的Ball Beam 我把它叫 合量 Floor Beam 上面 кор gamma 随时裏 얼移 Floor Beam放了重量 我们把它叫STRINGle 这就是重量 那載重怎麼加到這個結構上呢 重量的上面放枕木 枕木的上面放上鐵軌 鐵軌的上面是火車的輪子 所以這個圖代表的其實就是一個橋 那這個橋也許是一個行架 就是這個Trust 這個Trust有幾個節點呢 就是有1 2 3 4 5個節點 在重視從行架的節點傳到行架上 所以我們這幾個Fall beam 正好就把它加到行架的節點上 那AP這個Girter就是一個行架 那也許我們做的不是行架 確實就是一個BoxGirter 就是我們現在看的捷運的啊 或者是一些高架橋啊 就是一個方框框大的Girter 這個也可能 這個就是我們橋的本身 上面架的工程 加上去 那今天我們設計的一個橋 那當然要求東西不外乎 要求A一點的反例的inpsi A一點反例的inpsi 那現在A一點反例的inpsi 跟上禮拜做的一樣 不管載通加在哪裏 不管載通加在哪裏 有這個x 我們RA不管x在哪裏 tickB點mode 都可以得到那個 L分子L-X的那個function 這就是RA的inpsi RP的inpsi同樣 RB的inpsi 這是反例 那如果我要求 某一個點的簡力的inpsi 這一點的簡力 inpsi 我們知道 火車輪子是在這個上面開的 在stranger上面開的 所以火車輪子 中間畫這個 每一個stranger都是simply supporting 架在floor beam上 所以這邊畫這個 就是這樣 是分開的 這是一個減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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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個減質量 放在五個floor beam上面 這樣 所以既然這個是減質量 比方如果載通 單位載通 在第二格間的話 我們把第二格間 這個載通一定是 先加在這個 simply supported beam上面 那力傳下去呢 是從兩個floor beam floor beam來支撐這個 simply supported beam 所以floor beam在 這一點跟這一點的反例 然後變成了 girdr的 變成girdr的外力 所以這個是 girdr的 單位載通 作用在 如果作用在這個格間 也就是一二格間 一二格間 的時候 那它是經過 這兩個力往下傳 這個單位載通的位置 從整個結局來看 是在x地方 但是因為它現在是從 這個是simply supported beam 往下傳 所以這邊我們可以 另外有一個 變數 我們把它叫x1 x1 x1 是它在這一個格間的 如果單位載通 是在這裡 也許我這邊就給x0 因為區別說它在哪一個格間 如果它在這個格間 我說它是在x3的地方 但是在整個結局來說 它是在x地方 單位載通位置的函數 那這裡的這兩個反例 其實就是這個小的 減質量的兩個反例 減質量的反例 不是那意思 我們上次講過 它的兩個反例 我們叫rarb 但現在不是rarb rarb是這個 這個是ab 所以我們這邊只能說 它是r1 r2 跟rarb來區別一下 r1的意思 是第一個floor beam 要傳下去的力 r2是第二個floor beam 要傳下去的力 所以 這是減質量 所以r1 從上個禮拜 我們很容易知道 它的大小就是l分之 l-x1 r2 它就是l分之x1 因為這裡的減質量 span 就是到r 所以從上個禮拜得到的知識 但是我們很容易知道 知道這個 那一樣tensic moment 也可以求這個 tensic moment 反正在這個小的 符合法裡 小結構上 我們得到r1 r2 大小 r1 r2 就放到 變成了 大量girter的外展種 r1 l-x1 r2 等於l分之x1 現在等於我們在做 這兩個例 根據這兩個例 求出A點的反例 rA跟rB 或者求出一些其他東西 這個上其他東西 如果我要求A點的簡例 也可以從這裡求出來 我要求這連結 也可以從它求出來 等等 上個禮拜 我記得有個同學來問我 說這個inference line的定義是 單位向下載動 在梁上移動 他說到底是一個單位載動 還是可能有兩不過三個 這個 在tip本身一定是一個 但是它像這個時候 我們看這裡 它其實是兩個例 但是這兩個例 已經變成位置固定 這個r1不會在這邊移動 這個時候已經變成一個 就是我們第一章的那個 這個求反例的題目 它這個載動不會移動 是固定的 那在這時候有兩個 甚至三個如果更麻煩 至於說整個結構的單位載動 向下載動 按照定義來說 就是只有一個 那現在有了這兩個例 作用在這個量上 我們是不是就可以求 rA跟rB呢 當然很容易 rA 我只要tick這點moment 就可以求到rA對不對 那 以這個題目來說 r1是作用在這一點 這是四分 這是一倍 這是三倍 在四分之三的地方 所以 從這個題目來講 rA應該等於 四分之三的r1 加上 二分之一的r2 以這個題目來說 那我們把r1 r2帶進來 可以得到 四分之三的l x1 因為載動是在x的地方 這是比較 global的座標 那x1呢 只適合於 這一個 這一個 小的synthesis 所以我們可以把x1 換到 變成x去 那同樣我們也可以求出rB rB 在這個題目 在這個題目裡面 很簡單 它是等於四分之一的r1 加二分之一的r2 加二分之一的r2 所以它等於四分 四分之一的l分 x1 我們有r1跟r的同學 如果把這裡的x1 用x減四分之一的 代進去 因為 變速轉換 這個x1 就是x減掉 x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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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分之大l 也就是一個小l 這是一個小l 這是四個小l 憑什麼大l 所以這是四分之l 所以x減四分之大l 來取代這裡的x1 我們可以導出來rA 是等於l分之l-x 導出來rB就是l分之x 你把它放進去 稍微簡化 就不會得到 這個 rA是單位載動位置的函數 rB是單位載動位置的函數 把這個函數描出來 應該就是rA的infosine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描出來 會不會呢 上個禮拜我們看過 這個函數很熟 對不對 這函數就是這兩根 就是這一根 跟這一根 l分之l-x 這就是l分之x 所以其實rA跟rB 我直接tickB點 反映單位載動位置 在哪裡 tickB點 馬上求出來 那這個 用這樣來做 是告訴我們說 你可以依次的 從單位載動 作用在finger上 從flopping傳下來 然後作用在根根上 然後來計算rA、rB 這是一個方法 那算出來的結果 就是 如果一個題目 你沒有辦法直接從這裡看到 這個moment就是這個的話 那你可能真的覺得 要直接用這種方法來做 反正只要沒有 只要用的合理 不管是什麼方法 做到最後 應該不和實一樣 那這也就是說 為什麼rA的題目 有的人做得很快 有的人做得很慢 因為 我們講到 具橋面系的量 就是有這種 這種橋 具橋面系的這種量 這種量 我們享受 一定說 這個可以這樣這樣 你的思想 比較固定在 我就是要這樣做 其實也許有很多方法 很多你已經有的知識 可以讓你更快的 得到這兩條線 而且 如果用這兩個曲線來描的話 我可以描出 這條線來 這條線 描出來以後 這條線還沒有把握 就是rA的Inverse Line 為什麼 這條線是從這個方法來的 這個方法來的 是從這個freebody來的 這個freebody 單位在中 只在這個中間裡中 所以 如果你這樣描出來的 真的有效的部分 只在這一段 雖然整個線可以描出來 但是對於 我現在的黑板分析而言 它的油耀段是這一段 所以這邊還沒有 那你如果說 這邊到底怎麼樣呢 你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做呢 當然可以 你 把單位在中 放在 放在 二三格間 這邊假設是 A2 這邊是第二個格間 R2 跟R3 你如果放這邊算 也可以算出來 你到最後算出來 也是這兩個方法 事實上 這樣 單位在這邊 算出來它的 是那一個方法 跟單位在這邊 算出來的 這一個方法 是一樣的 畫出來 其實都是這一套 實現 只不過 從這個 復雷巴蒂算出來的 有效段 是這一段 從這個 復雷巴蒂算出來的 有效段 是這一段 你分四個段 因為有四個 是均格 你不想把單位在中 加在這四個均格上 你當然可以求助這四段 在RA的題目裡面 這四段其實就是 貢獻 那這是很保守的做法 就是這樣子 那RB也是一樣 那也許我們有興趣的 也許不是RARB 那RARB 這個很當然 那我們就改一個簡歷 簡歷也是 我們設計根的時候 就這個 這個行架 到底要設計 做Members 當然這個行架 沒有一個地方的簡歷 我們想要找它 所以 如果 我要求 我要求 這個 這個地方的簡歷 A B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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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對這個格格來說 它就是作用在這邊 這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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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大小 一旦固定以後啊 這裡的簡歷跟這裡的簡歷是一樣的 跟這裡的簡歷是一樣的 這叫一二格間 因為這個中間不會有在 所以 所以我們在這個 據橋面系 兩個的簡歷 我們說 在一二格間的簡歷 或者說在這邊 就是叫零一格間的簡歷 這裡就是二三格間的簡歷 因為這點的簡歷 這點的簡歷 這點的簡歷 這點的簡歷是一樣的 它的中間不會有別的在方 所以如果我們先要求一二格間的簡歷 就是這點的簡歷 那這時候 我們的載重 分行了 這是我的Guard 這是FloatBeam 我們畫開 可能單位載重現在是在這個Stringer上 可能單位載重是在這個Stringer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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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 就像剛才 反例的時候 單位載重也可能在這裡 可以停在這裡 對 如果 單位載重在這個Stringer上 在這個Stringer上 那麼 這是單位載重 這裡一樣有R1 R2 剛才我求出來 R1 等於L分之L-X1 這是X1 這是X R2是L分之X1 傳下來 R1加在這裡 是L分之L-X1 R2 R2 等於L分之X1 這時候 單位載重在這個隔間 在這個上面 單位載重就不在這個上面 所以這邊就是0 這邊沒有 所以 這個上面有五個FloatBrain 就一定只有兩個FloatBrain 因為在接受的其他的 其他的沒有外面載重 單位載重 就是在這個上面 那這時候我要求V2 V2 在這個Case之下要求V2 很簡單啊 V2 就等於 RA 減掉 R1 按照 我要求這一點的簡力 所以我就把它切斷 切斷 這個FreeBuddy 最簡易單 就是R1 那RA 減掉R1 那RA 剛才已經有了方式 就是L分之L-X R1 方式也有了 它是等於L分之L-X 那同樣道理 把這個X1 代成 X-4分L 大L 小L變成四分之大L 把它代進去 我們可以把V2 的Function 算出來 V2的Function 算出來是L分之3 X-L 這是V2等於單位在用位置的函數 我可以把這個函數 描出來 所以 X0 的時候 它等於-1 X0 就是它等於-1 當 X等於 X等於 X等於L的時候 它是等於R 對不對 L L的時候 3L-L2 R 所以 1在這邊 2在這邊 所以這條線 是這樣的一條線 直線 我只要 我只要 看到它是X1 14 就知道它是一條直線 所以我只要點兩點 直線 就好 這條線 是這個Function 它就是 V2 的Inference Line V2 格間的簡力的Inference Line 但是這條線 是從這個Function來的 這個Function 是從這個狀況來的 這個狀況 是單位載重 就在這個中間的時候 所以 這條線 其實 它的有效段 只有這一段 只有這個黃色的 是V1 2的部分 那我們當然可以把它大小 看出來 這是 部1 這個是 這是0 所以這是 3分之L的地方 你可以 這點的大小 這是 4倍 1 所以 4分之L 1倍是負4分之L 這條 這一條是 2分之L 可以算出來 那我們用同樣的 方法 當單位載重 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在這個上面的時候 就不在這上面 那這時候 R0 變成了 L分之L-X0 這是X0 R1 變成了L分之X0 所以這邊 這裡 這裡的載重 變成L分之L-X0 這裡的載重 變L分之X0 這邊呢 就 沒有載重 現在 如果講 在這個間 也不在這邊 那 從這裡來看 那我們可不可以求 V2呢 當然可以 所以 這時候 我要求V2 就把它切斷 對不對 然後 我可以說 V2等於 RA 減掉 R0 再減掉 R1 這樣是不是一個 比較好的辦法 其實這一刀切下去 有兩個V-1-8-0跑過來 一個V-1-8-0在這邊 另外一個V-1-8-0在這一邊 所以其實另外一個算V2的方法 是V-1-2等於 V-1-3-2-0 V-2-0 V-3-0 -V-2-0 哪一個簡單 當然是一個簡單 我當然要用這個 我們要用這個 你算出來方ickt是一樣 你們看到 我們又再用那個原則 當單位在弄 在左邊的時候 我要拿右邊的V-V 이게 因為這個3bar 沒有一些考驗的外 Honi 這個原則 一直是要可行這個 如果V2等于负的RB 快不快呢 很快啊 RB的方式就是L分之X 负的RB加一个符号 所以负的L分之X 就是V2 in terms of单位载动位置 这个函数 我们把这个函数描出来就好了 这是X的意思是随时有限 当X等于0的时候 它应该等于0 当X等于L的时候 它等于负1 所以 是这条线 这条线 就是V2 in terms of line 但是它是从这个方形来的 这个方形是从这一个状态来的 这状态是单位载动 只在01隔间的时候 所以这个只在01隔间的部分 才是有效的 就是这一段才是有效的 那它这条线正好会通过 这个负十分机这一条线 这条线跟这条线 三线是共定的 我们可以用X雷 X雷用四分之要带进去 这能负的四分机 所以正好就是这里 所以这条线 只有这一段才有效的 同样 当单位载动 如果在这个上面移动 或者在这个stringer上移动的时候 一样它是立在这边 这时候 take free button 这边都没有力 所以我要求V2 我当然就要用这边的free button 因为这种怪兴动在这边 这边比较麻烦 那这边的free button 你看 单位载动在这里 它是从这两个floor rhythm传来的 它永远没有办法 从这个floor rhythm 跟这个floor rhythm传下来的 所以我take这边的free button 上面是没有外表载动的 所以这个时候 RA V2 就等于RA 就是 所以 这就是一个直线 这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条码 也就是这里是 1 和这条线 但这条线 是从这一方向来的 这一方向是 在这个状况之下 这个状态是单位载动 在这两个阶段 只有在这两个阶段 是有效的 这一边是有效的 那这个 正好是过二层机的地方 所以 VER inference line 是这样的 上个礼拜 我们走了 不是floor beam 就是一个simply supported beam 然后 我们可以做说 球 这一点的 inference line 简历的inference line 这一点简历的inference line 这时候 载动在上面 每一点都可以动 所以 这一点的简历的inference line 跟这一点简历的inference line 是不一样的 那不过现在 都在这几年 都在一二个阶段 所以我说 就是比方说要求 以上礼拜来说 我要求这个simply supported beam 我要求这一点的简历的inference line 上礼拜求出来 哪条线啊 上一条线就是这条线 那从今天的分析 我们知道 如果它是 据桥面系量 有两个floor beam在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上一礼拜画出来的绿的 然后 它是被这两个floor beam 截了一下 就从这两个floor beam的地方 画直线 所以从绿的变成了黄的 就是据桥面讲的 简历的inference line 所以如果我要求 V23的inference line 就是23格间中间的简历的inference line 如果你不相信是这三条线 你就回家 就好这样子 你在 200的页 203页 我们下面四个图 就把四个格间的简历的inference line 画出来 第一个 第一图我们画的是V12格间的 然后第一图我们画的是V01 它在01格间的 就是这个嘛 这两条线 这两条线 它现在从这里过来 这样子 F这个图我们画的是V23的inference line V34的inference line的最后一个 它就是 也是要这两条线 简历线 从这边 被这两条线 除了简历线的inference line 我们还讲到YMG的inference line 如果我要求第二点的以下的弯曲的inference line 从刚才讲的这些路线 我们知道总归我偏用这个方法就会求出来 有单位载动是在哪一个格间 它在哪一个表上 我作用在上面 然后它是X1 然后对整个来说 Google来说它是X1 我当然可以用这个求出RA 求出RA 我现在如果要求这一点的moment inference line 我当然就把这一点切断对不对 然后take free不对 那这一切断以后 其实就是两个free不对 这一个free不对 就是这个free不对 一样我就是想用一个简单的 如果单位载动在左边 我就拿右边的free不对 所以如果单位载动在这里 我要求这一点moment inference line 当然take这个free不对 因为在这个free不对上面 单位载动在这里 它有可能从这里传一个立下 有可能从这个free不对 我要求这一点的 1-1-2-3 但这里有R 我要求 A2 第二点的moment inference line 那我当然 take这里的submission M2等于0 那take这个等于0 这个力量根本对它没有弯矩 小的力 所以这里传过来对它的弯矩没有用线 所以M2很容易得到R比乘以R分之R 这就是了 那总归比我用这个free不对来简单 那这个呢 R比是什么呢 R比是L分X 现在是2分之L乘上去 所以它是2分之X 这就是单位载动规矩的函数 它是一次式 所以这一条直线 我可以描它 A0的时候 A0的时候 它变得2分之L L的时候 它变得2分之L 2分之L直线 这就是M2的inference line 但是这个是从 这条线是从这个方向来的 这一个方向是从这个freebody来的 这个freebody是在左边的 所以这条线只有载动在左边左右才是有效的 我们可以觉得这个大小是4分级的 同样道理 如果单位载动是在右边的话 我同样切断 这时候我就拿左边的free body 从左边的free body可以得到m2等于ra乘以2分之l 因为它道理是一样的 ra的方形有了l分之l-x 再乘以2分之l 所以它是等于2分之l-x 单位载动位置的函数 它是x的直线 我就描两件直线就画出来了 x0的时候它是2分之l x0的时候它是2分之l x0的时候它是0 所以就是这条线 那这条线是从这个方向来的 这个方向是从正一个free body来的 这个free body是载动的 在上面载动在第二点右边才是这个 所以这条线只有这一段才是有效的 这正好是供点就在四分之l的地方 可是黄的才是m2的inference line 所以四分之l你可以check一下 上个礼拜我们做 这一个量要求这点的moment 它的大小应该等于l分之ab 对不对 在上个礼拜的公式 就是这个l在这个题目里面 就是我们的capital r 在这里的ab公式的ab在我们这里面就是2分 2分之1r跟2分之1r 也就可能4分之l 就是这个 当它就在floorbeam底下的时候 跟上预拜的题目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差别 单位人在这边的时候take这个free body 单位人在这边的时候take这个free body 所以我们更需要强调的就是要求这一点的difference line 比方说c点 这个c点并不是在floorbeam底下 我要求它的moment emphasize 那我们就分隔间来做嘛 当相位载重在01隔间的时候 这时候求这点moment emphasize 我会把它切断 当它在这个隔间的时候 它的力一定从这两个floorbeam底下来 一定从这两个floorbeam底下来 不会跑到这边的floorbeam 所以我把这个切断以后 在这两个free body里面 我当然用这个free body 如果c点 c点就在1,2的中间好了 那我 那我 那我给一个位置 c点就是在 2分之小l 2分之小l 那take这个free body 求这个中容压mc c等于rb 乘上2分之小l 所以这是一个l 这两个l 就是2分之5l rb有了是l分之x 2分之5l有了是4分之k 所以这就是8分之5x 单位载重位置的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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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分之6分之5 8分之1 这一条直线 这就是它的inferasine 但是这个条线是从这个方向来的 这个方向是从这个free body来的 这个free body是单位载重只在01隔间的时候 因为单位载重一旦跑这个隔间 就会有这个力 这个力就会从这里传下来 刚才这个就不对了 就不光是rb的作用 因为除了rb还有这个力 所以这一条曲线这个方向 只在单位载重在这个隔间的有效 所以这条线有效的 就是这一段而已 那如果 我们可以把这一段 这一点大小是 3 2分之5 如果单位载重在这个隔间 或者这个隔间 这个时候 就从这些forbume传下来 不会跑到这两个forbume 我要求正moment 我再take这边的free body 那这时候 这个 我只要 一样summissionmc的一个力 它应该mc是等于r a 情商2分之3l 2分之3小l 所以这个2分之3小l 那r a是等于l分之l-x 2分之3小l 这小l变成4分之大l 所以这个变成l要消掉 8分之3l-x 单位载重位置的函数 把它描出来 x点0的时候 它就变0 而x点0的时候 它是8分之3秒 这是8分之3秒 8分之3秒才是正 8分之3 1分之3 这里一个FreeBuddy 这个FreeBuddy是单位载动是在右边这两个Panel的时候 这两个Panel的时候 这两个Panel的时候 所以 这条线只有在右边这里是有效的 也可以求得到这是三十六分之三 所以 这两个都很容易 那如果单位载动在中间这个FreeBuddy呢 这是比较麻烦的 因为 我们切这边 不管从哪个FreeBuddy Take 因为它的力就是从这一圈跟这里 你Take这个FreeBuddy 除了RA也有这个力 你Take这个FreeBuddy 除了RB也有这个力 所以不管Take哪个FreeBuddy 都会跑去外力跑出来 这是比较麻烦的 我还是可以做 那你做出来 有这个 做出来 它的 Function 就算是在210页的那个 单位载动在一二隔间的时候 MD 我们算出来是 8分之1L加X 那当然也是可以点出来啊 LX0的时候它是8分之1L X0的时候它是8分之1L X0的时候它是8分之1L 8分之2 4分之1在这里 所以这两点连起来 这是单位载动在这个隔间的地方 那这个时候有效的段 当然只有这一段是有效的 你可以check一下 这两点其实是连续的 这两点也是连续的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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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一样高 应该这个低一点 对高一点 对 我们是可以画得出来 如果配合上个礼拜的知识 我如果要画 C点的弯曲的Infersign 其实上个礼拜告诉我说 我只要它一定是一个 最形短 然后这个大小是等于L分AB L在这边是Capt of L AB是3分8 乘上8分15 L要消掉一个 所以它是64分15 哪一点 在这个图里哪一点是64分15呢 就是这一点 这条线跟这条线的交点 所以要画一二隔间的Modern Infersign 一二隔间里面磨一点的Modern Infersign 其实也一样 跟刚刚简历一样 就把Gerder这个简直量的C点的弯曲图画 就是这个 然后我是要求 这个C点其实是在这个隔间里的 在这个隔间里 所以就在这一个Modern Infersign 所截断这两点 把它连接起来 这个尖角不要 这个绿色 就是这个蓝色 根据上礼拜的知识 画出来这个三角形 它是在哪一隔间的 把它 因为它的线性变化 它从这边拼过来 我从这边拼过来 这边分多一点 这边少一点 这是线性分配的 所以用这方法就可以 好 休息一下